80年代改革开放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 首都北京 成了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天堂 相对于繁华的北京 凌晨来源展现出 另一种极端的生活形态 大山挡不住年轻人追求的心 却留下了守住家园的老人 我一个人家里开门 烧点火 露点菜花 平常都是你一个人自己吃饭 我一个人自己吃饭 中国大陆的流动人口达到2.2亿人 大陆打算修法硬性规定 子女回家次数 解决老人孤单问题 法律真的能够成为 恢复孝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吗 俗话说养儿防老 然而经济发展的巨轮 却不断地抹灭我们的家庭伦理 和亲情关系 以中国大陆河北省 来源县的农村为例 虽然说这里距离北京 只有四小时的车程 但是因为未处山区 年轻人出走城市打工 留下了许多空巢老人 所谓的空巢老人指的就是 没有子女亲人在身旁照顾的老者 高龄75岁的潘毅就是一例 老伴过世了 儿女外出奋斗 整日陪着她的 就只有一根锄头和一亩田 有人就用这句话 出门一把锁 进门一盏灯 来形容他们的独居生活 整个大陆这样的独居老者 总数超过了八千万人 有专家更是大胆地预估 到了2030年 空巢老人将超过两亿人 老人的估计感成了社会问题 在中国大陆新修订的 老人权益保障法中 也特别的在精神慰藉一章来强调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 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子女常回家看看父母 被写入了法律里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的孝亲 变成了要用法律来约束 而法律又真的能够挽救 当今中国大陆 孝德失落的观念吗 北京是座拥有 两千万人口的国际级大城市 这座梦想之城 聚集了中国各省 世界各地的人奔涌而来 这里是清华大学 是一座录取率只有万分之三的精英学府 期末考完 图书馆前依然大排长龙 排队只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最佳的读书位置 如果不是寒假的话排的队伍会更长 有的时候会排到那边去 年节岁末前 大家没有急着返乡 反倒是抓紧时间 捧着书本继续认真念书 那边是朱子清 然后这边有一幅队联 然后上面就是那个水墓清华的出处 这幅队联也很有名 在大陆这边就是大陆学生一般考上清华都是那种 然后就会有家里的亲戚什么的过来玩 然后就来一波介绍一波 来一波介绍一波 还有那个同学过来 林承宏和张迪是清华大学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 1988年出生的两个人是大陆俗称的80后 也就是台湾的七年级生 来自湖南的林承宏 更是40万湖南考生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二孝门这边就是平时周末的时候 然后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课就是鸦片战争 其实我们这一带还是很容易 就是被这种历史感染的 都说我们80后怎样怎样 其实我们这一带还是 就是很有这种历史情怀的 80后是独生子女的代名词 更被长辈视为幸福的一代 这群黄金男孩和女孩未曾遭遇贫穷 有更多的机会受高等教育 与国际接轨 但他们象征的是新旧世代的交替 还是传统思维的消失 可能很多60后70后的人都会觉得80后的人 就是很没有希望什么的 但是现在看慢慢90后长起来 其实大家对80的评价 其实不像以前那么偏激了 就觉得其实80还是那种比较有朝气的 起莫考后林承宏选择在虚拟世界中度过她的午后 就是一款游戏嘛 然后就我现在是选择我一个人打对面 打对面五个人嘛 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我们经常就玩这种东西 休息的时间 线上游戏是她的幻想天地 考上了清大之后 林承宏采取的人生观念 就是要会玩也要会念书 这个台式机就专门用来看电影打游戏 然后这个消费就用来学习写报告 写动文看书之类的 就一个笔记本放这 然后一个台式机放这 年节前后 正是中国大陆春运最繁忙的时间 同寝室的室友们考完试后 就及早回家团聚去了 不过今年林承宏并不像以往 要赶回湖南老家过年 因为再过一个礼拜 她就要动身前往法国留学了 我和同学们马上就去法国那边走一趟 也交流运动也多 就是这一代年轻人慢慢地 是全球化的 是世界的一步 走世界 求竞争 这就是80后所信仰的新价值 在全家期待下成长的新中国年轻人 跟传统留守家庭的父母辈 有很大不同 他们的眼光是充满机会 可以挣钱的全世界 其实不能怪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真的不能怪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说只是整个社会大的这样一个 就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 改革到现在之后 它整个大的环境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到这个时候 你去说80后 说90后抗压能力入 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一种 不是太负责任的说法 就是说把责任都推卸给我们 有别于北京的繁华 相距只有160公里的河北省来源县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情故事 冬天的太行山脚下 吹着令人直打哆嗦的寒风 走进山区 竟是还未融化的血迹 但这些血 对还在劳动耕田的潘毅来说 却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这块地有多大 从那到哪里 这块地怎么这一小片 这一小片 这是那个啥 有一分五地 一分五的地 那你除了这一片 还有哪里有地 那边还有一片 那边还有一片 还有这小片 六十来天不下 六十来天没下雨 那这汗的地方 它这浪子挺高 它这一不下雨 一吹风就都干了 都干了 从2010年11月开始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河北省来源县的烟梅洞 连一滴雨都没下过 大陆华北地区 面临50年来最大的旱灾 超过70万公顷的农地 干枯一片 这旱象也影响了 潘毅唯一依靠的玉米田 一根锄头 加上荒凉的耕地 春夏秋冬 75岁的潘毅 就这么一个人干着活 孩子们离家工作 一年只回家一次 其他的时间 他只能自己留守在家中 从燕梅洞到来源县城 要走35里的山路 这里地处偏远 全乡不到6000人 每人平均年收入 不过2000元人民币 是来源县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 贫困农村 在贫困的来源县 白色的大米 显得格外珍贵 潘毅要吃上一餐米饭 需要靠外来的慈善 团体帮忙 这是你放粮食的地方 这我放粮食的地方 这是大米 来了吗 来了 米在你们这边很珍贵的 这米 2块15这一斤了吧 大米是买一袋 是120多块 50斤米 这是燕梅洞吃到大米 不简单吧 不简单还要吃的 也就是吃一半的大米 一半一半是玉米 一半是玉米 然后给人沾沫点 羹田 烧柴 煮饭 弄粮 这是潘毅每天的生活 本该期待晚年能享受寒衣弄孙的乐趣 但是贫穷的现实让潘毅的孩子很少回家 我一个人家里看着门 烧点火 露点菜花 所以平常都是你一个人自己吃饭 嗯 我一个人自己吃饭 白饭 左腌菜 再配上黑白电视发出的声响 儿女不在身边的每一餐 在潘毅看来 就是与电视机相伴 然后把肚子填饱 在中国大陆 像这样没有子女陪伴的老年人口 就有四千万人 尤其是潘毅这种还具有劳动力的 更成为子女鲜少回家探望的对象 老人自己很悲伤 是吧 自己很郁闷 让自己的这种生辈们耳闻莫朵了 自己的爷爷奶奶这么凄惨 这么悲哀 他心里很郁闷 这是好的 不好的层面他想的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对待我的爷爷奶奶的 社会人也都是这么对待爷爷奶奶的 那将来他就把它引认为 我这么对待也不为过 他觉得这变成一种习惯 那就很可怕了 平常这么就是 这么着 我这样开始 我别人我也不会念 就念着佛号 可多少头呗 前不久 陪伴潘毅四十年的老伴过世了 现在潘毅每天都会来这里 思念伴侣 并且虔诚地上香祈祷 并且虔诚地上香祈祷 丫头小子 孙子们都平安就醒了 平安是天下父母对孩子们的希望 即使他们总是孤独地在家翘首盼望 河北省来源县印房阵 故事发放音设 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平安是天下父母对孩子们的孤独地在家翘首盼望 和我们一起 小天山 新人心 跟你旁边的一首拉出来 又是一年的尽头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顶着零下二十度的寒冬 广场上聚集着许多 来自于来源县的老人 外来慈善团体的扶贫救助 短暂地取代了孩子们不在家的孤寂 新年快乐 相见 三个一条头 一条 因为他们住在山区 我想他们都很少看到 从城里来的人 他们会觉得 总是会有一些人 这样子的默默地在关怀他们 我想他们事后 那种心里的温暖 会觉得 不只是那种物质上那方面 我还不开心啊 看你们冷静 休休苦苦的 来源县因为位处太行山 燕山 恒山的交汇处 对外交通不易 就算大陆早已进行经济的改革开放 但这里的情况仍然原地踏步 不过也因为离北京近 在皇城的经济犀利下 走得出去的年轻人 纷纷往北京城移动 走不出去的老麦父母 就只得靠外人的救助和关怀 走不出去的 真养山在吗 这个萝卜是吗 那萝卜是你种的啊 你自己种的还是别人送你的啊 你自己种的还是别人送你的啊 你种的啊 像我们去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老人家 他的子女都已经往生了 所以看到我们之后他就会讲说 他真的嚎啕大哭 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不会死 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过 人都是求长寿啊 能够身体健康啊 可是当地很多的老人 因为他很孤单 他是求死能够解脱啊 感受不到所谓的那份的爱 从2003年开始 慈继人踏进来源村落 对老人们的关怀从未停滞 结束东令发放后 慈继志工来到了潘毅的家 每个月不定期的探视 稍稍抚平了老人家 见不到至亲儿女的孤寂 去年的啊 去年的 暖吗 暖的 穿真好呗 好啊 好呗 我看好心啊 你很少穿是吧 我都是 比你终活的时候就不穿了 比你终活不穿是吗 比你终活的时候我就不穿了 我们之后师姐呢 愿意带更多北京当地的一些 就是北京当地的人 能够 能够走到这个山区里面 去关怀这些 不管是 他是顾寡老人也好 还是说他是有家庭的也好 那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真的将那份的大爱 能够带进这个山区里面 其实一种关怀跟陪伴 胜过我们给他的物质 即使再贫再穷 老人缺的其实不是物质上的满足 而是心灵上的陪伴 根据大陆民政局的统计 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 正以每年3.28%的速度在增长 约是大陆总人口增长率的5倍 有专家就预估到2030年 大陆的老龄人口将会逼近3亿人 而空潮老人家庭的比例 将达到90% 这种不完善就让老人 在遇到生活质量的问题 遇到行动不方便的问题 医疗啊 这种关爱啊 甚至找个人说话啦 都没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很有力的 社会保障体系去缓解他们 去支撑他们 这种空潮老人现象 留守老人这种现象 它就变成一种社会问题了 中国社会已逐渐迈向高龄化 无子女在旁的空潮老人 成了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大陆正在修订老人权益保障法 打算强制规定子女 必须定期探望父母 道德 伦理范围的社会问题 是否该用法律来介入呢 法律上有时候规定 它是一种社会导向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 发达国家 你去看到不可能每一个法律条文 都能够量化的 是不是 它有指导思想方面的规定 有价值导向的规定 中国大陆祭出铁碗 要将子女孝敬父母的天性 法治量化 很多人不禁要问 做子女的 真的不愿意回家看父母吗 比如说精神危机 精神危机不一定要规定 我一年回家看几次啊 我可以实施 比如说你有打电话 是吧 有通信 有回家看看 有其他的物品的邮寄 这些 那么你是要达到哪一方面呢 这也是也是可以的 《论语李仁篇》里说到 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但为了生存 为了实践梦想 80后的这一代 却自发性的选择离开家乡 他们被称为飘移代 也是中国大陆2.2亿的移动人口中 主要的组成分子 传统的价值 从他们的身上 已经看见转变 他是陈玉 是从台湾来北京念大学的80后新世代 今年23岁 他所代表的 正是一群到老北京 来找新契机的国际人士 他爱好中医 但更吸引他的 是北京充满历史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气味 这一群到晚了 他就会找到平均衡 房子 他在海中的国家 就会找到平均衡 他在海中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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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中的国家 他是在海中的国家 我来的语言 如果他在海中的国家 喜欢宁静 不爱城市的热闹 陈玉没有住校 而是在学校外租房子 三四平大的空间 就是他在北京的小窝 书架上摆着中医 还有心灵成长相关的书籍 陈玉说 他常在中医的哲学中探索心灵 像我高中的时候 我的学校会说 发现你自己 发现你自己 Discover I 那 我发现很多中国同学 没有发现自己 或失去自己 除了在书本里砖研 来到北京两年的成育 也透过参加慈祭活动 来探索心灵更深层的那一面 我们待会儿一起到楼下餐厅吃团圆饭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吃啊 对 我原本前几次来的时候就觉得 只是来看看他们的 不一定他们会有感觉啊 他们看到我们磁青的队伍一走进来 他们就真的试累 我那时候看了觉得好心疼 真的很心疼 然后我那时候才真正就发现到 我们的关心 我们给爷爷奶奶们的关心 不是说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 对爷爷奶奶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在他们心里真的是有分量的 而你如果流泪 我会比你更心疼 我的梦想 需要你陪我完成 而你给我 你们该放寒假了 快了 儿型千里牡丹幼 父母都在家想你们啊 赶快回家吧 回家看你们的父母去吧 城市空巢老人的状况 其实和农村一样严重 根据北京老龄办统计数据指出 北京老年人口将达到250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5.2% 而空巢老人则会超过100万 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0% 高龄88岁的吕士兰老奶奶 住在敬老院有八名了 虽然有儿有孙 但她却选择住在敬老院 而且怡然自得 这就是家小孩啊 个人有个人家 都有小孩啊 都一家的人 哪儿 你大老太太 屋里那儿倒的什么乱呢 自个儿就过得好啊 虽然吕奶奶对自己的老年生活 已有了打算 然而敬老院里 这么多武艺长辈的处境 人就不断冲击陈玉的心灵 看到了爷爷奶奶们这个样子 然后想想自己的父母 然后再想想 向人教导我们的法 我们真的知道 不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来 所以趁 你还有能力行笑的时候 行善行笑的时候 真的要把握当下 让爸爸妈妈知道 你心里放着他们 对啊 其实这样就够了 嗯 孩子们最近我没来电话吧 我也没在 你来电话的吗 你也来 我一样的你也来的吗 二小子也来的 丫头夫妻也来的 我没在 不管是留守在家乡的父母 还是独居敬老院的长者 对子女的期待同样热切 在外打拼的游子 恐怕不止在心里头牵挂父母 还得常常打个电话 让他们知道 在台湾 空巢老人约有五万人 独居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家庭因素 所造成的 现代的小家庭比例增多 三代同堂的景象越来越少 于是呢 经常发生了 子女因为要照顾小孩 没有时间陪伴父母 或是因为害怕麻烦 而将家中的老人 当成了是皮球虎涕的情况 使得老人家在失望之余 不得已只好独自居住 看到了对岸 开始以制定法律 来解决老人孤独问题 在台湾 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亲情不至于 变成那么的法条呢 有些大学啊 就从教育折手 他们将校经的课程 列为是大一必修的通试课 而且呢 还真的感动了学生 让他们对于校道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另外茨基大学 平时就鼓励学生 多多的为自己的父母亲洗脚 以体会父母辛苦的养育之恩 洗脚的由来 是早期犹太人的代课之礼 由主人亲自为远来的客人洗脚 目的是表示尊重 言诱至今 学校也是希望 藉由晚辈弯下腰 低着头为长辈洗脚 更直接的传达孝亲之情 这一顶 对啊 你现在这是大梅困料 是啊 这里是陈玉 跪在台中的家 学期结束后 陈玉在过年前 赶回台湾 跟家人团聚 今天陈家依着习俗 在过年前 先来个大扫除 北京京老院里 孤单老人的画面 经常回荡在他的记忆里 多回家看看的提醒 让他回到台湾后 大多选择待在家里 跟着朋友出去玩的次数 明显的比以前减少了 其实我觉得 待在家里的时间都不多嘛 那就 如果说在外面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不要到外面去 不要再带去 那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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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时代 陈玉就离家 滋身到北京留学 虽然在台湾的父母 心里有万般不舍 但还是希望孩子 能多走出去看一看 同样 他到外面去闯了一圈 跟停留在这个地方 他那个视野会 会变宽 变大 我觉得会有那种 使命感会出来 像说 将来要承担那种 那种 那种照顾家庭 还是对家庭的一些责任 这样子 我也不敢指望说 养儿豐老 那只要他们过得好 啊我们过得也不错 那也可以啦 可是应该要回来 还是要回 还是要回来 对 一定要回来 有距离的亲密 能够在父母面前 又做自己 也兼顾到照顾他们 那这样是 现代人 比较合一的孝道 在高度的社会竞争下 孩子无法时刻 陪在父母身边 但期待子女 陪伴的双亲 又要如何取得 心灵上的安慰呢 这个 这个 周公主要是 在他的肌肉 进行一些放松 再给他做一些 舒展的那些动作 就可以了 太疼了 对不起 那我轻一点 因为肌肉不会疼 那舒服 你拎多久了 你拎多久了 一年 好点吧 好点 这里是北京 中医药大学 附设的中医医院 推拿科里 多数是身体 酸痛的老人 对 他是中国的 酸痛 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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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痛 他是李嘉文 来自马来西亚 两年前 嘉文跟着同学 一起到北京 学中医 所以说 不要做咱们这种治疗 是半个月以前 我在打太区拳的时候 我就 腰椎一点 这边的实习机会 比较多 然后所以 跟病人的沟通上面 就比较多 然后就可以看到各种 各色不一样的人 我在做 旋转腰椎 家境并不富裕的他 靠的全是马来西亚 的爸妈借钱筹错 才能致应学习费用 我们今天 买了什么菜 今天有芹菜 还有求生菜 今天玩起 一瓶锅 这个芹菜 才买了四毛九 这么多 都会特地调整 一个袋子 有优惠就买优惠的 这是家文在北京的宿舍 十多平大的空间 得挤进四位同学 晚上六点 家文并没有和其他同学 在外面吃饭 他选择自己在家做饭 一锅粽 一锅粥 一个配菜 简单的一餐 就是家文和同学们在北京生活的省钱之道 父母这么辛苦 都已经长大到二十五岁 都还没有那个能力去 让父母 比较好过一些 所以就觉得 既然自己在花钱的话 那就花到应该用的地方 就不要就是乱画乱画这样子 晚上九点多 是家文跟妈妈的聊天时间 通常大概就差不多九点多 就会打电话给我 因为妈妈打电话还比较便宜 有时就上网聊天 上网跟她讲话 那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跟妈妈讲话 学期即将结束了 家文总算有时间可以回家一趟 想要回家一趟 并不如想象中的简单 为了减少开销 家文几乎一年只能回家一次 电话就是家文维系亲情最快也最便宜的方式 孩子有的时候会挂心老人家 那都忙都很理解 可是透过这个科技就可以增进 即便只是一通电话 只是一个问候 老人家就知道 你在乎我 你把我摆在心上 这样就够了 通讯科技成了现代社会维持孝道的一种方式 但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 子女和父母家庭的疏离情况 的确越来越普遍 有研究显示 在发达国家 空巢家庭出现的早而且普遍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 甚至只占了10%到30% 现在的这个社会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疏离 人跟人很隔离 而且很不真实 大家都在虚拟世界里面 孝道会示威 以传统的那种孝道 就是你就是一切顺服 那个已经不是合一了 那真正走到现在一致的 彼此尊重开放给空间的 也还是很少 所以我觉得 示威又怎么样呢 那个不重要 示威是要看我们怎么面对 怎么应益 三个人在一起 你就记得你是走路走在那个 这里是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通试中心里 正在上着一门有趣的课 如果说譬如说你在这里 爸爸跟妈妈 你猜谁在中间 谁在中间呢 一对夫妻在一起的时候 谁比较大 以李怡来讲永远是妈妈最大 她是李宗玉 是校经通试课的老师 校经这一门课 是学校规定 大一学生必修的课程 近期化 那个都是隐私的一部分 再跟她分析一次 校经一书认为 父母生枝 序莫大焉 父子之道 天性也 过去把校道 视为天经地义 如今社会运转方式转变 家庭结构 与校顺的观念 已经有了不同的发展 我们现在这一辈的大学生 的确有很多是独子 她在家里面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回家 一个人拿钥匙开门 一个人去吃饭 然后再加上又单亲 她会变得很孤零零的 所以我跟她说 你反而要去建立 家庭的亲疏 那个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 教育其实就是把这些原则 再一再地提醒 原本天经地义的孝顺观念 现在似乎得透过教育来展化 张又伟是德明大学资管系二年级的学生 一年级时他上过李宗玉老师的小经课 你之前高中啦 然后大学啦 然后寒暑假都有工作经验 以你的身体状况 能这么懂事的真的是很厉害 还好啦 就家里啦 就没办法 就一定要乖一点 幼伟患有轻度脑性障碍 从小就受到许多人的特别关注 虽然身体有障碍 但幼伟把自己当作是正常人一样 学校活动或打工他都积极参与 他希望自己的求学生涯是多彩多姿的 以前会觉得说我不想回去 可能一年级那时候 刚自己搬出来外面煮 觉得说没有人管我真棒开心玩 就玩大玩特玩 上了一年的孝经课程 张幼伟对孝顺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 不让父母担心吧 这是第一要点 其实你起来只要照料 把自己照顾好 就是让父母 就是目前最经效到的一个东西 把自己照顾好就是算经效到的 星期六早晨的传统市场里 常会看见幼伟一家祖孙三代的身影 幼伟每个星期回家一趟 他总是喜欢跟着妈妈 阿嬷一起走走逛逛 陪他们去做他们 就是他们平常会做的事情 你有可能 你有时候会不会做到 可是就是因为陪他们 然后就一起去做到 对 就是还蛮快乐的 对 还蛮好玩的 在单亲家庭里长大 又为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和妈妈一起生活 父母的问题 曾经让他和爷爷奶奶不常来往 当阿公病他的时候 我才觉醒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 我那一年 我为什么他好好的时候 我不好好地陪他 到他病他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陪我的时候 我才要陪他 所以人生无常 就是能够 尽量能够陪在长辈身边 是最好的 他还没有打 最疼他的爷爷走了 这在又为的心中 留下无比的遗憾 单亲的问题 让又为曾经失去 陪伴爷爷的机会 现在的他 想努力把握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一点一滴都不想浪费 我对我公公婆婆 我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说 我觉得孝顺他们是应该的 所以我也相对地 我也会跟我的孩子 我也真的很期望说 我会很相信那种因果 今天我怎么样去对我公公婆婆 我的孩子将来 他就是怎么样对我 我孩子的家女 传统的三代同堂 依亲至孝的观念 在家庭结构的改变 也渐渐失去功能 但我们还是期待 在传统与现代间 能为家庭关系找到平衡 不如在结构上 这就是一个空间的结构 我们可以有彼此的屋檐 如果在居住安排上 大家就是做 做敬临 需要资源的时候 可以马上飞奔而至 其他时候 就是我们常常可以串门子 这样子就很好了 反正我就比较不喜欢一个人 因为觉得很无聊 很孤单 父母最主要的不是想要你的金钱 是你要陪他 只要你可能花一点点时间 即使是十分钟或二十分钟 陪他聊个天或陪他看个电视 或陪他吃个饭 他们就很开心 我买得多生 唱好人知道 也好花有温暖的爱 世间的人都来敬拜 也好花是完全的爱 拜拜 水滴 阿姚好 这是做人是谁应该做的 赶快回家吧 回家看 你们的父母去吧 对父母尽孝是天性 冰冷的法律条文 恐怕不该是 维系孝亲的最后防线 科技或许可以 拉近亲子的距离 然而我们还是期待 透过教育和反省 孝道的天性 终会有再苏醒的一天 日本是全球最高龄的国家 面对老人孤独的问题 日本的伦理学家提出了 一碗汤距离的概念 也就是说子女和老人家 居住的距离不要太远 以送过去一碗汤 而不会凉的时间距离为标准 日本人认为这样的做法 十分有效 因为子女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又能够方便照顾长辈 所以了算一算日子 看看您自己 有多久都没有回家 探望父母的呢 在现今社会 想要承欢西夏 也许是一件难事 不过也别让父母亲 在等待子女回家的日子里 摆了头发 现在就赶快起身 回去看看他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